到底是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人在从事这个行业 还是因为从事这个行业 让我们变成了这种人 以前对我来说 律师就是那种穿着西服打着领带 他们每天就是出路在法庭 跟当事人聊案子 再努力争取让沙海不要 作为唯一的成年人被判的罪重 不是这样的 没有人看到他们为了去跑一个案子 站在太阳底下等 没有人看到很多很多他们的心酸 还有点麻烦 把这个委托书签一下 人家人可能最不至死真的 我们这个戏开机的时候 我们去体验生活 看一下办公室 可能怕接待客户呢 就是在这里 就是有一个炮茶台 这样在接待 他们每一个办公室都有个茶座 这是闽南文化 他们给我们带到了那个律师事务所 去真真实实地看了一些 他们的工作现场 这也是给了我们很多 可能像他们 我都是成队的案子 正宗的 这可能是最真实的状态 对 我想搞成三四点要聚他们所谈队 但现在可以通过预约的方式了 所以形式历史体制是更累的 我觉得演戏一个东西真的不是去演角色 真正在这个人的生活状态当中 去做的这个人做的事 把你的内心跟他的内心连到一起 到最后去表达出来 为了我身边任何一个去追求和实现明明的人都知道 很多专业性的台词很挑战 在所有的司法语言当中的时候 念的时候都念几次 真是逐字逐字地跟我们去讲究这个台词 因为那些台词你读的时候 你就能感觉到他们的那种专业性 重新进行建议 重新进行建议 而如果我们重新申请 而如果我们重新申请议 必须需要检验驻兵所在的地方 黄岛要求很高 我还需要再更仔细地把那些名词们给弄好 专业的词什么的 其实这些对我们演员来说是件特别难的事 甚至都没有具体 甚至具体承办的律师都没有做出指派 来 我也能感觉到无论是演织员还是导演 都把这一点做到了极致 放心吧 这你们逻辑肯定是对的 这都我自己办的 律师都是我们的 我们有专业的顾问团队全程给我们提供各方面的资料 这是绑架的 这是身体调脱的 这是现场的难题 甚至非常微小的环境 这现场不是现场吗 情势案件件 都是进得起挑战的 我作为一个法律从业者 看了这部剧我就说 编剧一定是个律师行业从业多年的人员 注意到很多律师行业的细节 现在办个案子都这么拼了吗 我看这个剧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当时办案的状态 这三个律师的形象 我在现实生活中都能找到对应的人 我们的行业标准就是看合法还是违法 我们的律师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我们在执行什么样的职业道德 我就是希望隔壁能够尽快拿到剩余的赔付 不要再在法律和文字游戏中 就耽误救助 我作为一个律师而言 有些片段可能更加触及到我的内心 你是想做好律师吗 还是做好律师 很好的体现了一个律师正确或者应有的一个定位 往往没有绝对的对错 公平的实践往往是相对的 做一个这样的体裁的剧能够唤起一些法律意识 如果每一个法律工作者都去探讨 怎么样才能够做好一个律师 对于咱们律师行业的发展 都能够起到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律师会是个很辛苦的职业 值得吗 值得 我也认为值得